然后转往马来西亚槟城来看这位圣友黄家鹏 洗肾十多年时间庞大的医药费用压得他喘不过气 不过在2010年慈激洗肾中心提供他免费洗肾的服务 让他可以在洗肾的同时还有能力可以照顾他的母亲 虽然现在他的妈妈往生了 不过他更加积极地加入志工的行列 小小的组屋 简单的家具 这里就是圣友 也是慈激志工黄家鹏的家 62岁的黄家鹏患有遗传性高血压 从21岁开始就长期服用降血压药物 后来连肾病也找上了他 患病初期身体的不适让他一度想要清身 但孝顺的他最后因为要照顾母亲而打笑念头 他之前有一个90多岁的母亲都是瘫痪在病床的 然后他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安排时间 跟他姐姐一起分担来照顾他妈妈 然后他是没有抱怨没有奄缘的 每一天都会踩脚车来这边洗脑身 过后就会回去他家照顾他妈妈这样子 2010年开始槟城洗肾中心提供他免费洗肾疗程 五年来他也从肾友变成了刺激志工 母亲往生后黄家鹏更积极参与志工服务 他说要把来不及对母亲近的孝道转化成回馈社会的爱 再来新闻李杰林 吴慧莹 马来西亚报道